我们圣地亚哥的华人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 几个月前圣地亚哥学区的负责人沃尔公开表示 美国华裔学生在学业上的成功 是因为他们家庭有钱 因为他可以看到在圣地亚哥最好学区 有大把的中国移民钱来用现金买房 所以你们那么有钱自然就会有好的成绩 那这种言论 其实那些对中国、华人 以及中华文化不了解的美国人的典型认知 而且也是美国国内当前对利益追逐和责任推卸的惯用手法 说白了就是他们认为金钱是决定一切的胜负手 而忽略了内在动力对一个人的作用 这也是美国某些种族最常见的麻痹自我的方式 当然他可能根本想象不到 文化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 想象不到一个华人学生 仅凭每个月一千多美元的奖学金 是如何在美国大学顺利毕业 顺利找到工作 顺利成家生子 而他自己的孩子又能顺利的走入名校 这整个过程中 这么多顺利的背后 不是金钱 而是汗水 而是隐忍 而是对自己的家庭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他更想象不到的是 那些为了能让孩子进入好学区的华人家长 放弃了一切的娱乐和休闲 打两三份工 所以当华人孩子取得好成绩的时候 这位负责人只能欺骗自己说 这是因为华人家庭比自己有钱 因为这样才能将责任退给社会 退给体制 退给其他的国家 退给其他的种族 但唯独不需要退给自己 更不用提他根本就看不到 努力和自强的华人移民来到美国 可以为整个学区 甚至整个美国社会 带来多少正面和积极的变化 因此即使不考虑 这位沃德女士 如何忽略华人家长和孩子的努力 如何用言语 对华人家庭做出的冒犯 仅仅是这种违金钱论 就足以证明 她根本没有资格 去担任整个学区的负责人 来同管学区内这么多的学校 因为按她的认知 学区有什么问题 直接拨款就好了嘛 这种事不需要她来做 谁都可以做 更不用说 这种直接诋毁其他族裔的言论 但问题是 在美国你诋毁任何其他族裔 都可能直接被开除 但唯独诋毁华人 却总是可以安然无恙 所以这次 这么多华人家庭自发团结起来 用一波又一波的实际行动 去迫使学区委员会通过投票 最终做出将其解雇的决定 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和感恩的整个过程中 每一位为此付出努力的同胞 从历史角度来看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美国的华裔越来越频繁地发出声音 参与到美国社会中去 一方面来自于中美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碰撞 越来越激烈 它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国内对华裔的态度极端化 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华裔群体 不再甘于成为美国社会列条中最底层的那一环 但这个过程绝不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 而是每一次负面事件的刺激之下 越来越多同胞不再顺从和忍让 从最初通过BBS聚集一些高学历的群体 到现在的微信群聚集更多阶层的华人同胞 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 也因为科技进步而加强了互通机会 所以更多的缓解起来 但在这个发生的过程中 我们每一位在美国华人都有责任 都不能置身读外 当然有同胞说 如果这位负责任在一开始就诚恳的道歉 那我们就不会继续追求下去了 这种观点我个人认为是不妥的 我会建议遇到任何针对华裔的声音 华人都应该努力直接将其拍死 不要保留任何怜悯 不要保留任何的活口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深刻的向其他少数族裔学习 学习人家的成功经验 也有人说 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让人家下台 这是不是有些过分呢 那我只能说 给他人一条改过自新的生路 这是中华文化的做法 但在美国 在美国的政治圈里 却不是这样玩的 你在美国生活 去拿中华文化来护法 这就跟你到了教堂 却要念国弥陀佛 来保佑你 一样傻 还有人说 这次的胜利展示了美国的民主 对此我却认为恰恰相反 美国已经没有民主了 否则的话 为什么某位大学教授说了一句 那个就被学校停职 不给他任何争辩机会呢 为什么美国社会中不断出现 诋毁中国 诋毁华人的谣言 却大多不需要为此负责呢 试想 如果这次不是向学区委员会的 几个人施压去影响投票 而是需要整个学区来全民投票 那么你猜 其他主义面对比自己优秀的 华人学生和中国移民 会不会有与这位负责人 同样的态度呢 你猜这位负责人 会在全民投票之后下台吗 我对这个结果是表示悲观的 近年来 当美国其他主义 为自身利益 展开每一次行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民不民主 而是斗争啊 哪怕是突破底线斗争啊 少数族裔要赢得社会地位 怎么可能靠民主呢 美国的种族歧视链 会永久的存在 华人在美国也会被长久的歧视啊 尤其是你永远不要认为 自己做得更好 就会赢得尊重 致使已经证明了 你比别人优秀了 别人也会因为心态失衡而歧视你 所以其他主义 已经告诉我们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生存之道了 如果你暂时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就先努力获得他们的畏惧